接下來要進行塗抹 每一組都有酒精燈 無論您是慣用左手還是右手 請記得 95%的椅醇跟酒精燈 阿遠強烈的建議放在工作的兩邊 一個左手一個右手 每一組會發給兩支撥棒 可能是L型或者L型跟三角形 這已經有看到滅菌 代表這個之前已經滅菌過 可以直接塗抹 或者我們打開之後 泡在酒精裡面 這時候稍微甩一下 燒 然後切記不要犯了一個錯誤 它會慢慢慢慢的 把火焰會燒 稍微等個幾秒鐘就開始塗抹 切記不要做一件事情 假如沾了以後馬上燒 怕火燒到你的手指 而把波棒舉高 經常阿遠的經驗是 剩下沒燒到酒精會流下來 更容易燙到你的手 再一次一樣 我們這樣子甩一下 燒 遠離 然後不要順手 絕對不要順手回去酒精這邊 不要酒精這邊 好 等幾秒鐘之後 已經順了 請看阿遠的示範 不需要把蓋子全部打開 一邊遮落層 同一個方向 來回塗抹 轉90度 再轉90度 這時候這個完成了 泡酒精 再燒 好 等個幾秒鐘 讓它微微冷卻之後 剛才我們的 盡量塗開 好 這樣子 把12格都塗抹完之後 就完成我們的塗步法 這時候呢 我們會將 塗好的培養米 培養在37度C 直到下一次計算均落 好